連鎖兩位鳳台經過 是出來的大水河 也將台東比蘭花的灌溉水 進水開始補發 強壞去 經過春秋後 落宿開給強水 不過在關山地區 也許有農民是補水通鄉 農民就懷疑 在影響力氣地化 農電水理書說 今天會補應該就會開給強水 經過十二天的春秋 農產水理書 台東管理處 在比蘭花園 灌溉水準出水口開始強水 尤其在中國的關山 台前開始強水了 農民就快沒產 不過在水準水位流的產區 大概三百塊公斤的產 也是沒水 農民很急 因為農力的列車已經過了 太多沒產 在我成長期的 剛才冬天漢流 成長不好會影響 山領跟品質 不過現在來灌溉水 還會有很多拖沙 農民擔心水是不好 農水素工會加強拔沙 高級水到下 關山頂灌溉水 也能全部回合 所以我們會慢慢地 也陸陸續續再排沙 那要避免那個沙子 進了我們的幹線 那當然應該是在今天下... 今天應該在地... 關山的第十七線 就是最後一條支線 應該可以進水 應該是沒有問題 去上局繼續合佈好好地步 台東官高大潰勞 現在水也是很炒勞 很爛 農水素台東官在處講 無敗度也還會發生 灌溉進水口 踏到的情形 已經派去過太平 隨時秋秋 不過農民最擔心的是 現在殘捕後了 如果遇到沒有水塘灌溉 立即中座的修行 會受到很大影響 記者綜合佈渡